这个电脑 每一次的电脑展 基本上在去年超过37万 我想今年的电脑展 一定可以突破40万 大家这样的一个电脑展 让我们一直感受到 高雄市 好像沒有一個固定可以讓我們民間企業 可以展覽的一個中心 那經過我們的經濟部 國貿群他們大力的支持 高雄市馬上會有一個國際會展中心 就在成功論 國際會展中心占第4.5公頃 到時候有1,500個攤位 可以有2,000人大型的會議中心 800人的會議中心等等 這個國際會展中心 中央委託高雄市政府公務局來承辦 30億的預算 拿到2012年的年底會完工 這樣表示我們高雄市未來 我們有非常優質 可以跟台北市的世貿中心 可以比美的國際會展中心 這樣的會展中心對高雄市 推展會展業務 展覽觀光會議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建築 那接下來我會認為 我們國際會展中心 在兩年以後正式完工 未來我們高雄市的電腦展 都可以在那邊經典累業 包括高雄市所有不同的企業 包括我們大高雄 螺絲業五金行業 都可以隨時在那邊 向國際來做一個最好的展授 為什麼我們要來做一個選擇 都可以做一個擁有